作为丰田控股的企业 爱信是会限制竞争对手使用自家的变速箱的 不过本田和日产也不是好欺负的 你不让我用 我自己也是有看家本事的 首先爱信的董事长就姓丰田 叫丰田干私郎 这名字也特别有意思 中文读起来的话 丰田张南还要叫丰田干私郎一生叔叔的 虽然是远房亲戚 但也是丰田家族自己的人 爱信经济第一大股东 丰田汽车24.81% 第二大股东 丰田工业7.68% 第三名 日本店庄 听起来不是丰田是吧 依然是丰田集团旗下自家的产业 4.81% 肥水不留外人田 丰田自家的爱信变速箱 当然不能随便拿给竞争对手使用了 何况本田和日产 这两个都是丰田的死对头 2018年日系三大品牌在中国的销量 本田143万辆 丰田130万辆 日产116.6万辆 直接表明了这三家谁赢谁输不好说的 那么虽然现在是死对头 但是在2002年那一会儿 爱信曾经向日产提供过代号 R5F22的AT变速箱 用在部分英飞尼迪车型上了 2002年的时候 日产的全球 乘用车产量只有216万辆 丰田全球是550万辆 是日产的两倍还多 就是当初丰田还没怎么看上日产 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卖点变速箱过去赚点钱 也不是挺好的 就好比4S店里的金牌销售员 车子卖得多 经验也多 给刚来的实习新人指导一下 教他一点小技巧 有空你帮我交个车什么的 挺正常 也挺好对吧 那么丰田和日产 都有自己控股的变速箱企业了 本田呢 本田更厉害 我自己来 本田选择自力更生 自己造变速箱 爱信变速箱虽好 但是我本田也依然是看不上的 本田本身就是技术控 本田的历代社长都是技术部出身 企业文化就是由工程师主导的 当然凭借着对技术的执着 本田在MotoGP和F1都是屡次夺冠的 那么选择自主研发变速箱的本田 除了解决自己的需求 还成功规避了当时 美国对AT变速箱的技术封锁 总的来说 用不用爱信变速箱 本田日产都是经过大量的博弈的